接下來的提琴就叫做 稀釋 三大M 兩公升加水一公升 末永度會變多少 當初在八年級教各位 重量百分之五度的時候 算稀釋 你們有些同學用補償勞車的算法 叫做同樣公司代能變 沒一件 這樣做你OK 但是keyword是一樣的 什麼叫keyword 就是糖水加水糖不會變 溶質不變 所以我教你的算法叫做 糖等於糖 左邊糖等於右邊糖 就是希釋前的末數等於希釋後的末數 所以第一個要怎麼樣去算 就是糖不變 糖水加水糖不會變 希釋的時候溶質不會變 那怎麼算溶質的末數 就是末濃度乘永一升數 所以我就劣勢 劣勢 好 假設希釋後這麼多 那就是 希釋前 三大M兩公升 希釋後 兩公升加水一公升 然後濃度不知道 然後就算計算式 算完 叫做兩大M 你知道就算完 這是我教你的做法 寫個等式 糖等於糖 希釋前等於希釋後 這是我教的做法 好 OK 停車戰界問 類似題 那請問兩大M八百毫升加一千二的水 請問你 它會變成多少 加一千二的水會變多少 OK 跟剛才基本上一樣 除了數字不太一樣 還有注意一點小問題之外 都OK的 好 我們找誰呢 我們要找帥哥還是美女 這個叫做帥哥30 30 多少 0.8 請坐下 你的答案0.8 OK 就是希釋前後末爾數一樣 怎麼算末 末爾濃度乘容易升數 假設最後是X大M 然後呢就把它弄 但要注意 毫升要換成公升 所以八百毫升是0.8公升 加一千二變兩千毫升是兩公升 然後就往裡面帶 往裡面帶 希釋前 濃度成體積 希釋後 濃度成體積相等 算出來叫做0.8 0.8 0.8 OK 這又是練習33 下一題也是希釋 但是倒過來 前面是我知道加水加多少 配成 問配成多少 現在是我知道要配成兩大M 問你加水加多少 除了未知數的位置不一樣之外 其他的想法做法都一樣 想法做法都一樣 就是未知數的位置不一樣 剛才是未知數在墨濃度 現在未知數在體積 其他都是一樣的 停車戰界問 這個我們要加水加多少 已經講公升了 就表示連換都不用換 因為本來就是用公升 來可愛大美女叫做 What The One 1號 不會 就站起來 就跟我講不會 讓我小小的傷心一下 剛剛跟你講過了想法就是墨數一樣 那怎麼算墨數 就是溶質墨數是容易的墨濃度乘以容易生數 然後呢 你現在已經知道最後是要兩大M 可是你不知道加水幾公升 所以我們就降加水X公升 然後就開始一樣 C次前等於C次後 所以C次前五大M乘體積0.2公升 C次後兩大M體積0.2再加上X不曉得 後面就數學啊 算是0.3公升 就是 有關於C次的提形 我教你的做法叫做 C次前的墨數等於C次後的墨數 因為糖水加水 糖不會變 所以keyword的重點 你要會算溶質的墨數 然後把它帶進去就可以了 就是有關於C次的提形 OK